我们刚刚讲到童子命 在台湾也有很多部分的宗教人士是说 某某人你是带天命的 他也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人跟老师说过 哪位上师跟他讲过他是带天命的 所以他必须进入佛堂或是宫庙来替神明服务 这个中国比较少 台湾很多 哪怕家人觉得是说 你不应该把时间都花在宗教上面 对不对 你上班前去佛堂 下班中前去佛堂 然后再去佛堂 然后加持在半夜才回家 因为你说到佛堂去或者是到罐里面去服务 对不对 这变成什么了 变成你是说你抛家弃子 然后去为这些的宗教的单位去服务 也在所不惜 就像什么 这个心态有点像什么 这个心态就有点像慷慨救育的勇士一样 抱着什么 虽万人无意亡意的大义女男精神 老师可以在这里告诉各位 任何先要你把家里先抛弃掉 先去为神明效劳 不是叫你把你的家庭关系先处理好的 告诉你你非来庙里面 或是来佛堂里面 不然你跟你家人 或跟你老公 或跟你太太的事情 没有办法化解的 那都是骗人的 我们人要有是非明白的能力 各位 这个真的是要有思考能力 神明之所以是神明 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非你来不可 也没有你来了 你命去就会好 没有这回事 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讲一件比较事实的 很多人把人生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挫折 遇到这样的说辞的时候 就认为 因为自己是要替神明 终究是要替神明服务 最终都要替神明服务 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不顺都是很应该的 只要能够替神明或者是佛堂来服务 我才会越来越好 保家人的平安 这句话都跟你讲出来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点偏颇的 有点逃避 为什么 今天佛跟神明是黑社会大哥吗 你今天家人的平安圆满 是要神佛来替你 你要跟他一起混 然后你家人才会好吗 然后你不回家 你告诉我你家庭会好吗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要能够把家庭照顾的圆满跟平安 才是神佛所希望我们达到的 天命之说 这个是不可信的 好吗 我们从正统的武术 我们一定要讲的也是有道理 我们正统的武术跟命学之中 他有没有所谓带天命 天命是天的 所以说人不会去带 人怎么会带天命呢 从命学里面的格局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状况 的确是有的 比如说像金利老师 他很擅长的什么达摩一掌金 他可以算出 有参加过我们去年8月的座谈会的都知道 既然可以算出 你每一告诉你怎么算出 每一个人你特别的属性 达摩一掌金 这以前是出家人在用的 建议老师因为他的修行 让其他的上司有办法传他 所以他特别会达摩一掌金 他算出来这样子的特色是有的 包含我们的一般的命学里面 传统命学里面 也是可以算出来说 某一些格局的人 他对于神秘学是比较感兴趣的 或者是说他对一些想法是比较能够多元的 会比较去多想一些哲学性的东西 有些人你就是比较直挨直忘的 都有 所以是说 这个是一个属性 但是他不是带天命 很多从世宗教的就是说 谁谁谁你是带天命的 这个你要来庙里效劳替神明办事 当机身 就是起机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就像跳大神一样 神明附体这种 或是来当志工 这话也听起来就很有煽动性 好像自己就是天选之子魔法少女 对不对 似乎这一辈子就应该来替神明服务 所以我是神明的代言人 替佛法佛唐效劳 我就是佛弟子 所以说我比你们还殊胜 所以说你们不懂我 所以说我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 当然其实这个方法就是一种行销手段 招募信徒的一个方法 老师今天讲这个节目真的很怕被攻击 所以说天命之说 我们今天还是把它彻底去讲一下 好吧 这才不会有希望大家不要去陷入这个误区 天命之说 我们先从佛教开始讲 各位 你有从任何的佛教经典里面去听说过 世尊释迦牟尼佛 他收弟子的时候 会先看你有没有带天命的吗 他手下的 这种阿罗汉 长老知事舍利佛 有没有看到天命的 你才能加入僧团了 加入僧团要看你的考核是你什么 你的心跟行 你才是你能不能加入僧团的条件 我们从经典里面来讲 金刚经就有说过 佛说众生者是非众生而民众生 也有说到 实物有法名为菩萨 佛法它是一个什么法 它是一个平等之法 但是它不是一个齐头式平等的佛法 什么是平等 众生的生命是一个平等 这是一个基础的平等 所以说佛先讲慈悲 慈悲就是一种佛性 为什么不是齐头式的平等 因为每一个人虽然都有佛性 但是人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 人可以本善,你也可以本恶 我们有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 都有不同的学说 手上握了屠刀 你可以拿着,你也可以放下 不只屠刀 愤怒怨恨跟痛苦也是一样 你可以拿着它,让自己很痛苦 你也可以放下它 我就算了 就这样遇到了,就过去了 这条路都是自己选的 所以修行的路不是为你天命与否 端看你有没有选择 让自己的心能够更加的喜恋的决心 佛家,来者不问,去者不留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讲完了佛家 我们要讲到另外一方面的道家 道家更是明白的去说这个部分 在清静经里面有说到 清者左之远,左者静之机 人人常清静,天地息皆归 夫人是好清而心老之 心好静而欲千之 若人前其欲而心之静 成其心而神之静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 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成,欲未前也 这个说明 在清静经里面各位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道家对于修行与佛家 其实基本的理论基础是一样的 修道就是修心 修心首先就是不被欲望所牵引 那么心的自由就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自由 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比较容易攀比 有个朋友买了豪车 但是自己只骑着电瓶车 心中的是什么样的情绪 像老师的朋友有些开的是兵力 老师开的是Toyota 对不对 我会不会觉得有羡慕或者是嫉妒 或是不甘心 我们同学以前成绩也没有我好 那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成功 对不对 我还是一个穷算命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心情 你可以选择你不同的心情 你可以羡慕 为什么 羡慕我们可以当做祝福 你好棒 你真的做好棒 我真的是羡慕你 我也希望你继续好下去 嫉妒你也是仇恨 你凭什么有这样子 对不对 就凭你的脑袋瓜 你是硬气好 有人帮你 不然你就凭你 你可以吗 那可以把它变成仇恨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情绪 就看你要选择自由或不自由 但你羡慕完了 但是你不会 你不会受到这个心态的束缚 但是当你嫉妒完了之后 你的心态会被你的嫉妒的行为 还让你仇视任何一切 比你过得好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无论佛教或道教告诉我们的都是学习心态 来进行让生命更加圆满跟自由的方式 所有的经典中心思想也大抵是如此 从来也没有去给你学导过 神明需要你带天命的人来给神明效劳 佛教没有 道教没有 甚至是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万宗万教都没有说你要来教堂 你要来我们的礼拜所 你要来我们的庙里 道观 你必须要带天命你才能来服务 没有这回事 在讲一句简单的事情 在寺庙 在道观 在宫庙 都有专业的出家师傅 或者是道长先生 或是庙公主持 这些贤达跟社会上所有的职业是一样 他是一种专业 叫老师 老师也有自己的专业 也是为他人服务的职业 里面当然也有一些百姓 在去庙里佛堂 道观里面当志工 志工他是一种发愿 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身体力行的心态 但是他不会有什么带天命 这个是真的是没有这回事 而会只有什么东西 你愿意选择这一份的 无论是职业或是志工 你来为他人服务 也为了他人服务 这件事是让你开心的事情 这是非常好 对不对 无论是跳大神 鸡同 笔身 桌头 斗桃 法师 这都是必须基于你热爱这个职业 而且我很希望用这个职业来为大家服务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心态 然后你去做这个行业 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要有人别人告诉你 因为你带天命 所以说无论你现在做什么行业 你都要来我们这个庙里来服务 因为你就是生下来是为了当鸡同的 你生下来就为了跳大神的 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当和尚 如果是这样子讲就不对了 但是所以说以后各位要注意 如果有人来跟你劝说 或跟你朋友去劝说 某某某你是带天命的 这个在台湾比较多了 你必须要来佛堂或者是庙里去服务 你可以很客气的 我们不要大声讲 我们很客气的跟他讲一句话 我命由我不由天 因为选择在我手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最后讲一下 人的命是不是真的由我不由天 这是真的 怎么样去讲 如果你不信 你去拿个球棒 口念佛号 或者是你的什么神咒都可以 然后往自己脑袋砸下去 你看你会不会刀枪不入 对不对 命运的顺利 就像海水的涨退 日夜的更替 你可以选择夜晚晒衣 你也可以选择冬天的时候播种插秧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必须有一些道理去运行的 知道吗 所以说神佛要教给我们的 要教育我们的 其实不是烧香 也不是拜佛 是要我们能够明白 你做对的事情 你才会有好的结果 佛说掏杀死见经 做人应该观之在 当不被六月六欲去牵缠 变得能清净 那就如此清净 辨入真道 记入真道 名为得道 虽名得道 实无所则 为化众生 名为得道 能物质者可传生道 这句话各位你知道了吗 好 讲了这么多 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